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打了几通电话 终于真相大白 李莉挖走了所有老师 就连打扫阿姨也不放过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该怎么办呢 喂 哪位 我是阿丽 你还好吧 琴哥 你耍了那么多剑招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出两辈的租金租下你的房子 我请你赶快继续脱降吧 你 我这边有个工铁了去 你没工作的话就过来帮我咯 baby 当晚 张琴到酒店买醉 小姐来了 他叫做王春 跟张琴很熟 琴哥 没事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啊 别啰嗦了 先跟我干杯 好 干杯 干杯 酒过三旬 张琴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担心什么啊 你再重新开一家不就好了吗 哪有那么简单 现在那些名师很难请的 那不然你请我啊 啊 你 我以前也曾经教过书 再加上我长得漂亮 说不定能帮得上你的忙 没错 只要包装一下 小姐也可以变名师 于是张琴重新开设补习班 为免被引力针对 他请王川做董事 自己就在幕后策划 几个月后 川峰补习班正式营业 加恩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